那我们接下来就好来看这个双子叶植物的草本经双草经 好那我们看是不是有我们刚刚所说的三大层呢 第一层表皮看到了好 另外我们之前在讲根的时候我们有提醒大家 如果你看到根的横接 你会看到外面有一圈里面有一圈这叫同心圆 里面那一圈叫做内皮对不对 这是根哦写下根 但是你今天看这个 外面一圈表皮里面你看不到另外一圈了 所以它不是根 这是经 好所以把上面的根擦掉免得混淆是停 好最后一层第一层叫表皮 接下来第二层呢让我画个虚线把它描出来 虚虚虚虚虚虚 好这个实心的线跟这个虚线之间 就是细胞肥肥大大的薄壁细胞 就是第二大层叫做皮层 皮层的功能就是储存养分 或者是若这边的皮层有叶绿体可行光合作用 叫做绿皮层 所以有些植物的精是绿的 它的皮层细胞有叶绿体可以行光合作用 好这第二大层叫皮层 所以我现在画这个虚线很重要 实线就是表皮 实线和虚线之间就是第二层叫皮层 那虚线里面呢 就是中柱 那我们刚刚说中柱这是精 没有周窍 所以直接看到的是维管数 我看到维管数了 让我圈给你看 用个比较少见的那个 好这就是白色可能看不到 光绿好了 这一圈维管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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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管一圈 所以以前国中史 你们是这么说的 金的横切 你会看到环状排列的尾管术 这就是环状排列 好我现在把环状排列的尾管术 放大来就这一个了 放大放大 好这就是尾管术 那尾管术我们在现在知道 尾管术应该要有 木质布跟韧皮布 对吧 好那我就把木质布画给你看 我们就用之前常用的颜色 橘色代表木质布写个木 好那另外我们的韧皮布 是用什么颜色 我已经忘记了 我之前用什么颜色当韧皮布 忘了 还是就荧光绿 好耳心粉红还没用到 这边就是韧皮布 我写个韧 各位为什么我一下就知道 木质布是这个 韧皮布是这个呢 我是神吗 对我是神我知道 因为我看到这四个系 这四坨组织当中 有一个组织 你看这是一坨组织 这是一坨组织 这是一坨组织 整个尾管术是不是隐约 从外道内分为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有四层 而这个第三层我故意跳过它 因为你看第三层的细胞 是不是扁扁小小 扁扁小小 扁扁小小 这叫什么意思呢 细胞非常小 细胞核塞满整个细胞 我们称它叫核子比很大 整个细胞都是细胞核 都没有细胞值 所以核子比大 核子比大不是细胞核大 是细胞值太小 没有什么细胞值 代表你没有特定的功能 这是一群细胞核 够明显 那细胞值几乎没有 而且没有特定功能的细胞 它就是分身组织 它的唯一功能就是分裂 它没有其他功能 所以它几乎没有细胞值 像在这个维管核当中 你看到分身组织 当然它就是维管核形成成 我是先看到它 找那个细胞体积最小的 细胞值很少的 叫做维管核形成成 请特别小心 高中要叫它维管核形成成 前三个字维管核不能省略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会介绍 介绍你们另外一种形成成 形成成不是只有一种 好在维管核内的形成成 叫维管核形成成 所以我把它化成荧光黄 它就是细胞最小的 好那我找到维管核形成成 我就知道往里面走 分裂形成木质部 往外面分裂形成任笔部 我找到形成成 向内就是木质部 向外我就找到任笔部了 好这三层我知道了 就是从1234第4第3第2我知道 那个编号1那是谁啊 其实这个大家在写考卷啊 或是看解剖图的时候 你最先通常都会看到1号 因为它的细胞超级大 为什么超级大呢 我画在旁边 因为它的细胞的壁很厚 我画写 图字看得到吗 这样 这就是它的细胞壁 它的细胞壁非常厚 厚到细胞都被挤到死掉了 这一群细胞细胞壁非常的厚 所以很明显他们叫做韧皮纤维 我用红色字写一下 它叫做韧皮 这还是那个土色 我换个红色字比较好看到 它叫韧皮纤维 为什么它叫韧皮纤维 是有原因的 它是纤维 它是纤维 而这个纤维是韧皮部老了之后 死掉之后形成的 所以它是韧皮部往外 再形成的纤维 而它就在韧皮部的旁边 它当然就叫韧皮纤维 记录它的名字 它的细胞壁增后变硬了 而在韧皮部的旁边 它叫韧皮纤维 之后我们取到另外一群 也是细胞壁增后的纤维 它在木质部那里 它就叫做木质纤维 你看植物的解剖结构命名 多么的单纯 纤维就看你在谁的旁边 在韧皮部旁边叫韧皮纤维 在木质部旁边就叫木质纤维 所以你看我们的双子叶植物草本经 它环状排列的维管素 里面有四群细胞 有外道内是韧皮纤维 韧皮部 微管素形成层 然后木质部 当你在作答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子的解剖解构 请你先找到微管素形成层 比较保险 因为微管素形成层细胞最小 最细 你只要微管素形成层 向内分裂形成 木质部有了 向外分裂形成 韧皮部有了 所以你至少木质部 微管素形成层 韧皮部找到了 而韧皮部外面 这个细胞壁增后的纤维 叫韧皮纤维 以上这是微管素 微管素形成层绕一圈 叫环状排列 那再往里面走 这个构造 我们之前在单植物植物的根 有看过 一个构造的正中心 叫做水 水也是薄壁细胞 与皮层细胞一样 都是薄壁细胞 功能就是储存养分 所以它细胞质层 会塞满的淀粉颗粒 外面的皮层 跟里面的水 都是薄壁细胞 所以皮层也是薄壁细胞 水也是薄壁细胞 只是皮层 若有液绿体 可行光合作用 特别叫它绿皮层 例如绿色的精 你们吃的空心菜的精 就是皮层有绿色的液绿体 可行光合作用 好到这边为止 各位我们讲完了 第一层表皮 再来是皮层 最里面叫中柱 中柱包含环状排列的 围管素 和中央的水 but有个构造没有提到 我们看中柱 有围管素 有提到了 水看到了 什么叫做涉水 呀 请看下面这个图 现在水在中心 你们觉得这个水 外面不是围了一圈的 围管素 围管素跟围管素之间 我用红色把它标起来 这个构造 是不是两个围管素之间 的组织 围管素之间的组织 而这个组织呢 跟水是不是相通 这个组织其实也是 薄壁细胞 好 又是一个薄壁细胞 它其实就是水 往外射出去形成的 就是水往外伸出去 然后连接到外面的皮层 所以这样 我画这个辐射状的构造 它的名字叫 射水 中央的水 放射出去的结构 而放射出去 与外面的皮层相连 皮层是薄壁细胞 射水是薄壁细胞 水也是薄壁细胞 这些薄壁细胞 是相连的 它们的功能就是储存养分 好 所以叫射水 射水本质上就是水 所以射是形容词 中央的水射出去 然后跟外面的皮层相通 相连 所以它叫射水 所以它整个中柱 环状排列的维管素 维管素之间的射水 和中心的水 以上这是草本 双子叶植物的草本晶 外层中层内层 好 那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通则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以上是双子叶植物草本晶